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朝大太监刘景 清朝和珅 二人贪污的财产堪称历史之罪 尤其是清朝和珅 更是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大贪官 哪怕是正在团下 和珅都得从中捞上一笔 可谓之一样过拔毛 不过即使如此 还有一项钱财 和珅却是不会去碰他的 分文不敢取 自从隋朝以来 科举制度变成了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途径 历史上许多名垂青史的宰相或是一臭万年的奸臣 都是靠着参加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 新朝自然也不例外 从入关键清庆以来 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废除 期间两百多年 就人历代皇帝对科举接受无比重视 如清朝李鸿章 曾国藩 纪晓兰 刘勇等名臣 皆是出身于科举制度 可见科举制度的重要 皇帝对科举也是针得非常的紧 高中的前几名甚至还会受到皇帝的接见并且予以考核 因此各地审核十分严格 对于科举中参与作弊的考生及官员 皇帝皆会处以最为严厉的惩罚 因此和珅却是深知这一点 别的都感叹 皇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总有铤而走险 想着不劳而获的考生及考官 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前凤帝在位期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科举作弊案件 当时一位著名的戏子考中了举人 此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并且传到了皇宫之中 前凤大怒之下下令彻查 结果是这名戏子花了五百两收买 我负责考核的官员 层层下具有的官员之分 到了十六两印子 但是事情查出来 以后涉案的官员还是大都被处斩 毕竟是为国家选拔活之栋梁 这也难怪皇帝会如此上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